當年本人也很傻乎乎乎 直到在矽谷參加了我認為屬於朝折地級別的這麼一個晚餐 我就問他 美國這麼的有錢人 你像烏倫巴菲特呀 比爾蓋茨呀 發現你們家的照片一個也沒有啊 他說 這都是大人物 我們從來不要緊他們來 Party結束後 我看到牆上放著一個國際和平組織那個標誌 我說 這是誰搞的呀 他就特別跟我說 昨天你不是問這個事情嗎 這個就是我的祖父搞的 在這個之前這叫什麼 在這個之前又叫什麼 我告訴你 Miles 你說的烏倫巴菲特 比爾蓋茨 他想著來 他一輩子的夢想來 永遠不會讓他往這兒來 微軟的比爾蓋茨就是個騙子小偷 我現在這小子有點情緒化 吹牛 過了一段時間 跟我那次晚餐見了幾個人見面 後來說 Miles 歡迎你加入一個什麼組織之後 我才明白 我的天哪 這才是真的人物 沒有一個照片 沒有一個攝像機 自己家裡邊兩個飛機跑到 後來我去過三四次 我從沒見過同一樣的飛機出現在一個地方 歐洲某國領導人 當時剛剛退下來 那真是激動的心情 見到他家給我說話的年輕人 那年輕人 嘻嘻嘻嘻嘻也不知道說啥 這位領導人 他真是到現在還在幹 當時就讓他說 你就幹一件事 讓以色列和中國的幾個國家有和平協議 九幾年 現在你看都發生了 而且像中共的人 到今天為止 我可以告訴你 什麼鄧小平啊 江澤民啊 艾文江啊 馬雲啊 他永遠不可能有機會跟人見面 這些人絕對是以共產主義為敵的 中國有三個人物 在他們眼裡邊 這些人還叫個人物他會關注的 誰呀 馬雲 馬雲有什麼 英文 馬雲在美國上市 給了他們下面的孫子輩的企業賺了錢了 馬雲骨子裡邊當時是絕對反共的 馬雲會讓他們認為 還知道你馬雲名字 馬雲是很可惜的一個人 是個天才 那個李彥虹 拜託 李彥虹在他們視野裡邊 這可以用的 就跟孫子輩的 能打交道 再一個就是沈南鵬 沈南鵬可真是個大惡意 在中國的企業裡邊 真正牛人叫沈南鵬 其他一些什麼炎炎啊 熊小哥啊 人家孫子的從孫子輩上給你掺和 你就是個跑腿的 所以說 你沒有這樣的財富 沒有幾代人被驗證過的歷史 沒有幾個總統這幾代人的生死輪迴 你跟他接觸不上